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年 我终于做到 这破弹案要解密六年 我教你这电脑有屁哦 二十六年 在轭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百二十九年 眺望洪荒的未来 天道未完善自身 必会开启风声 心人一旦死后风声 便会被剥夺自由 丧失自我意识 彻底沦为天道的棋子 这根本就是一场劫难 为避免卷入风声大劫 我已暗中筹备数个方案 而眼下 劫云来了 杜洁好像已经结束了耶 我这是成功了 师父 它要飞升了 这大门后便是仙鹿吧 不错 依我看 它潜力无限 马上就要飞升成为天仙了 这位顾之明的道友 你自求多福吧 成仙 成道 这就是仙鹿 这就是 这 灯儿 什么情况 为什么只有上半身 变我们的兴趣 现在可怎么办 你 中楼结声 让上半身飞升 下半身也很重要啊 又不是跟那辟邪剑法一样 有些东西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什么 莫非是天道错判了我的实力 以至于没有降下足够强度的天雷 导致我如今只有半身兴趣的情况 等等 莫非 果然是火德玉遮蔽了天道 火德玉 防推算 可以防止被人推算修为 来历 丢掉 刀刀 刀祖 刀刀 刀刀刞弟子 是被弟子有心算计 恳请苍天令弟子修行不义 再向天洁 也请苍天允弟子换一杜结地 以免不测 好 好在此前未帮杜结人等外 特意多寻问几处杜结地 好厉害的杜云 是排行第二的九霄神魔截 好厉害的杜云 好厉害的杜云 天岛真是被我欺负了 麻烦大了 大鱼鳥龙龙 看来 此人多数要死在天界之下了 看来此人还有一些生计 这人都看见了 有事 词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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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欣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还有其他东西 不急 在此地 看看他能否撑过最后一刀 理应是撑不过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美度过最后一刀天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